Sin測試 嗨!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知道大家期待這支片已經很久啦 過完年後大家都跟我一樣 有急迫的減指需求 自從May自己在大年出事之後 量出了我人生巅峰的體重 心裡真的有小小的被震驚到 不禁回想起過去幾個月 好像日子真的過得有點太開心了 那這次影片呢 會真實的記錄我的兼肢飲食 還有訓練的內容 超級無私公開 那如果你對這集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早上起來 我會提醒自己的事要多喝水 喝水呢 能幫助我們排除身體測流的水分 也有去水腫的功效哦 新的一週開始啊 我的目標是減脂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備餐 我聽過一句話叫做Design your environment 因為我們人啊 現在已經身處在一個 隨處都是誘惑的一個環境下面 我們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因素 而影響我們自己的行為 然而如果我們能先透過 事前的準備和預定計畫 使身處的環境充滿健康天然的食物 我們也能較容易的做出更好的選擇 未經加工接近食物原養的whole food 營養素越多 飽足感也越好哦 雞胸肉無疑是我的低卡高蛋白質的堅持好朋友 我習慣先醃製大量方便備餐 在雞胸肉撒點鹽胡椒喜歡的香料 用手按摩抓鹽一下就好囉 3天份的雞胸肉 至於今天的早餐 我加入兩大匙無糖優格 搭配一些DGI的水果 像是草莓奇異果 加上酥脆的古屋燕蔓還有藍莓 配上一顆半熟的水煮蛋 小份量的健康早餐完成 小份量的健康早餐完成 在家運動時我很常搭配啞鈴與阻力帶 讓我的訓練更加的有效 常做的動作像是深蹲 奔腿蹲肩推 伏地挺身都是很適合在家做的 高CP值多關節運動 雞胸肉 洋蔥 五菇 紅椒 花椰菜 全部進去烤一烤 薄薄的吐司 它的厚度大概1-1.5公分 所以算是比較低醣汁的吐司 自製的烤蔬菜雞胸半熟蛋三明治薄薄的吐司上面 滿滿的蔬菜和蛋白質 飽足感相當的高 也非常的健康好吃 我們全內買的鮭魚 然後還有家裡的剩菜 尤其是這個白菜梗 感覺可以來煮一個湯 在鍋中先加一匙油 偏向薑絲 倒入洋蔥以及蔥段 接著與花椰菜紅蘿蔔跟菇 翻炒一下 倒一碗水 將鮭魚切塊之後 加入鮭魚白菜梗 以及一大匙的味噌 加一碗紫米飯 豆腐塊 再持續的燉煮 豆腐 自製的味噌湯加入了滿滿的 鮭魚塊和豆腐 以及豐富的蔬菜 提升整體蛋白質與纖維的含量 尤其天冷的時候一碗 極滿足療癒 今天是走一個比較清爽 然後加強輪酷的妝容 因為待會要出門拍新的居家訓練影片啦 我知道已經很久沒有更新 那今天早上的體態 我覺得還ok 就是如果有良好的光線的話 腹肌的曲線應該是蠻明顯的 因為已經有經過兩週的減脂 然後有加強腹部的鍛煉 那很多人會抱著一個迷思 覺得是不是我就瘋狂的減脂受身 我就有這樣子的曲線 但其實我現在的體重 應該是超乎你們預期的高喔 我現在我剛剛量的是53公斤 然後我身高是162公分 但是看起來身體是很靈 代表著我的肌肉量很高 所以我也會想要跟在增肌的女生 加油打氣一下 千萬不要回心 我覺得你在正確的路上 只要堅持自己所相信的 然後經過減脂之後 你一定會非常滿意 增肌之後的體態 時間限定 哇 還不錯耶 它這個蔬菜很多 運動完後是補充糖類的最佳時機 這時候吃進去的肉連 很有可能被肌肉拿來利用修復 但也要避免大力犒賞自己的心態 合理範圍下充分補充即可 晚餐的部分煮了含水量又溫暖的絲瓜 加入了珍貴的蛋 以及最後來一匙EXO醬 與煮好的蚵仔稍微拌一下就好囉 喔 還有媽媽為我煮的愛心雞湯 以及半熟的水煮蛋 好讚喔 好好吃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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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的早上來一份能量滿滿的高蛋白燕麥碗吧 首先在碗中倒入100ml的無糖豆乳 少許的水以及一包杏仁口味的乳清 用湯匙均勻的混合 這時候看起來會有一點噁心 微波一下 在溫暖的狀態加入地瓜泥 以及少許的燕麥脆片 完成 完成 高蛋白杏仁地瓜燕麥碗 待會兒訓練去 哈 小姐 小姐 在那裡 小姐 在那裡 小姐 拿西方的錦鑼 我需要求你 讓你打開 我甚至入列 我只因為點心 我就阻止那 了 我最高的 我最高的 我自製的 我自己醞 我最高的 我最高的 我自製的 我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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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考好 我可以 我最高的 炸一下 黏鍋了 可惡 去煮 倒醬油 Draper 把腌放开 開啲 和麻油 刮好的 刮好的 哦 如果要吃鮮的食物 要吃鮮的配鮮 要吃鮮的一份 要吃鮮的配鮮 要吃鮮的味道 你要吃鮮的 冰糖 最后的 зас气 普通的糖 我用到汤 豆子 豆子 即使在減脂狀態下 不代表不能和朋友開心聚餐 你還是可以好好放鬆心情 享受 品嘗平日比較沒有機會吃到的美味餐點 是作為現代人的小確幸啊 然而這也不意味隨心所欲 保有意識非常的重要 像是這樣的高熱量餐點和朋友分食 你要趁熱吃 品嘗到了滿足口腹之慾及收口 我會覺得如果我跟這個男生只是朋友的話是還好 好 可是講真的有不問他男生 你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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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